为了创造曼经济的实力 台东县政府23号举办了 曼石学院的开学典礼 邀请到明师授课 县长饶庆林期盼 在地的店家能够透过课程 持续地来经济 也预告曼石节 在下个月的3号、4号两天 移私到观山清水公园来举办 另外12月4号、5号两天 更进一步到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 让外县市的民众 也能够亲身体验到台东的曼石 透过系统化的课程 将曼石的理念 融入在地文化及友善环境的概念中 提供各地前来的游客 体验台东曼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产地到产作 因为是工业或工业的数 经济建筑 经济部 经济部中华协设很少的意见 然后其实应该一直存活到现在 而且继续在发展 应该只剩台东 原来曼石节是浇灌树 也就是属于观光旅游的 但这两年我们移到农业树 我们希望它是真正的以浓为本 这是我们台东应该走的永续发展的精神 自己的小店面 漂亮干净那都是躯壳 都是叫cosmetics 就是我们在说是花招 但真正核心的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直从2012年可以持续走到现在 这个曼石的精神 我们要产地到餐桌 我们要慢慢的品味我们的食物 透过食物来介绍在地的风土人情 县府多年前开始推动产地餐桌计划 一直到现在的曼石节 带领游客进入原乡部落 从料理开始认识台东 如今台东曼石 已成为曼经济的指标性品牌 在主办单位的用心下 今年将首度移师到观山清水公园办理曼石节 年底更要前进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与外县市的民众分享体验台东曼石 加码了两个场次 一个大家往前看到在观山 在宋谷 我们今年4月接下来下个月就过去 另外12月底非常勇敢 我们直接到华山去 这个叫华山论见 给大家知道台北也是很毒舌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去跟台北人尬场看看 县长饶清凌也勉励在地的店家 能够透过课程持续自我精进 并运用当季的食材与厨艺交朋友 创造更高的台东曼经济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很期待 令人期待 好